好 那我現在呢 有抓到 我重新再錄一段 再錄一段就是 欸 比如說 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好 在這裡 好 過來 那麼 如果呢 我要讓它暫停或停止 我就從這邊 對不對 好 現在呢 停止 它就再幫我抓進去 可是這次我是有畫面的 也就是呢 我剛剛錄了兩段 這是第一次錄的 這邊是第二次錄的 這樣對不對 好 那麼 萬一你如果要交換一下怎麼辦 像剛剛在這邊 有沒有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有大頭 這個是攝影機的畫面進來了 欸 我問一下老師 有沒有用過FK或PowlK 沒有 欸 學校沒有買嗎 沒有 因為這套軟體應該是國內補籍率最高的 只有數位教材製作軟體 那我們用Adivant也有類似的功能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剛剛抓下來這個畫面啊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自己可以錄下來之後 重新調整攝影機的畫面位置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有一個需求就是 我要講的內容剛好在右下角 有沒有 剛好就被擋住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隨時自己調整 我要在哪裡出現 有沒有 甚至你不想出現 你可以暫時把它拿掉 暫時隱藏起來把它切斷 也OK 比如說 欸 我可能有某一段不要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切掉 這樣也是可以 那 這是我們就是搭配你的網路攝影機錄的時候 它有的功能 其實它這個部分 它還有一個功能 叫做濾屏 欸 這就跟我們OBS 即時怎麼樣 去費一樣 只是這個功能是屬於付費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用這個功能 它會提醒你 它在你輸出的時候會提醒你 有沒有 輸出的時候就是說 欸 你這樣輸出的時候 我會幫你加一個浮水印在上面喔 但是功能還是可以用 了解嗎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有加上錄影的 那今天如果你要剪接怎麼辦 我先看上面這一段 如果你要剪接 你可以把下面這個 拉高一點 就是這個時間軸的面板 拉高一點 那一般來說我要剪接之前 因為如果我錄的比較長 有沒有發現這樣 是不是要捲動 所以我通常會做一件事情 來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放大鏡 時間軸的放大鏡 這個 我會把它按一下 第一個 按下去之後 它會自動把影片 就縮到可視範圍裡面來 這樣我有沒有比較清楚 我錄了影片多長 這樣會比較好剪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還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 在上面這個時間軸 我現在這個手很大 看得清楚 隨便點一下 有沒有一個指標跑出來 如果你有用過威力導演的 有沒有老師或同學有用過威力導演 應該很清楚 除了大哥站中間 有沒有旁邊兩個小弟 請問這兩個小弟要幹嘛 負責選取影片範圍用的 因此呢 如果你拿一個影片範圍 現在手太大有點不方便 有沒有 按摩伊拉 有沒有選一個範圍起來 這就給你選影片範圍用的 因此如果你哪一段不要 我就來看看 假設這段不要 當你選好之後 有沒有看到上面一個垃圾桶 就可以刪掉 就可以刪掉 有沒有簡單 那萬一不小心範圍選錯了怎麼辦 不用控制器喔 有兩種方法 怎麼回去 怎麼去怎麼回來 對不對 對但是有一個更快的 在這個上面點兩下 咚咚有沒有回來了 因為有人在呼喚他的嘛 他就回來了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選到 那個範圍錯的 你就可以在上面點兩下 但是要記得就是 他的這個游標這個指標齁 一開始沒有出現 你一定要在這個地方點一下 他才會跑出來 你看我進到別的頁面 有沒有不見了 一定要點上面一下 這才跑出來 這個是你在操作這一塊 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你今天哪一筆錄得不好 因為老實說 我上課NG的可能狀況會比較少 但是如果是自己寫部落口文章 假設我要錄影的話 我就比較容易吃螺絲 因為現場的比較不會錯 自己在錄影有時候 想到那個想到那個 所以就容易錯 我就用這個軟體來做一下剪接 就可以像這樣把它要的剪掉 那如果這個有了 你聲音不過大聲怎麼辦 我們下面這裡 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它的音量 對不對 如果你聲音不過大聲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顆喇叭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選那個範圍 因為我從這邊音量的高低 可以知道那個錄的聲音的大小 以我今天來講是那個聲音是夠大 但是如果你覺得不夠大的 你就把那一段旋起來 有沒有 聲音就跑出來了 你可以只單純調整那一段的聲音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不夠大聲 我調高一點 我今天誇張一點 好 調完之後呢 請你在旁邊點一下 有沒有變大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 第二個 萬一 中間有一段 比較冗長的 有沒有看過綜藝節目 蛤 快轉了 所以說 來 如果你要哪一段 比較冗長的 把它選起來 你如果沒有選就全部喔 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人 對 叫他用跑的嘛 你不要那麼慢 預設是200 百分之200就兩倍嘛 所以我先把它變快一點 變四倍好了 登 有沒有 因為播放速度變快 代表什麼 影片播放時間變短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多多兩下 你們可累一下囉 欸各位 這樣有吧 欸那你遇到這些 你不要忘記一件 播快會變糖老鴨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可不可以把中間這一段 這一段的聲音 可不可以把它變小聲一點 可以啊 所以我們剛剛有沒有剛好學過 是不是這一顆 你可以搭配靜音 也可以把它變小聲一點 變小聲一點 這樣那個就不會那麼老人 好 像這樣子 好我們再回頭 有 雖然它沒有很豐富的影片剪接功能 但是做教材來講 是夠的 這樣是比較聽不到那個聲音 等到後面進來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有一些過程 也許你有錄下來 你就直接快轉就好 你覺得這樣剪接有沒有簡單 有齁 但是後面還有更簡單的 欸 什麼時候會更簡單 來 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如果萬一 我們給大家一個情境 萬一你這中間 錄錯了 或者我在錄的過程裡面 發現 這裡應該要補錄一段 請問你會怎麼做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少一個步驟 或者中間少了一個畫面 請問您會怎麼做 重錄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必須老實的告訴各位 重錄的時候 那你不會錯 會錯在別的地方 因為你又不是機器人 對不對 所以因為那個地方你會特別注意 所以那個就不會出錯 那不注意地方就出錯了 所以說它有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各位 這個時候你就要搭配一下我們 左手邊這個啦 各位會不會調整 投影片的播放數據 會齁 我這樣問你有沒有很沒有禮貌 這個怎麼可能我不會 對不對 按著是不是這樣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利用這樣的功能 假設我中間少一段 我大概把它分割之後 我就在這中間插入一個投影片 有沒有變比較簡單 所以你看一下喔 我現在 把我的游標 放在我要插入的地方 你往後找往後找 有沒有看到這裡叫做分割換燈片 不好意思 那個游標太大隻 有看到啦喔 嘿好 我就按下去喔 但是你注意一下我們左手邊的變化 來這裡 有沒有變兩個 所以你應該知道 這裡少一個 增加一個 有沒有撥完這個 再撥這個 再撥這個 這樣做教材 重錄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啊 因為我只要把那一段剪掉 重新再加進來就好啦 但是我建議各位齁 如果你是那一天錄的 最好就那一天完成 你應該知道 不同天你的生命品質不一樣喔 穿的衣服也會不一樣喔 對不對 你要留意一下 不然人家就看到 啊你怎麼不同天錄的 音量又不一樣大 因為濕度不一樣啊 錄音的距離也不一樣 真的有差啦 這真的有差 所以您用這樣子 有沒有變比較簡單 所以您真的可以試看看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幾個減跌的方法 第一個 要記得是不是要會點中間這個 那個指標是不是才會跑出來 第二個要會 用旁邊這個 是不是拉範圍 拉錯了 多多兩下 好 再來 拉好一個範圍 上面是不是就有這個 可以拿掉 好 再來 選好範圍有沒有放大 速度 音量 最後 就是那一個 指標決定好在哪裡之後 有沒有一個叫分割換分辨 這個功能你會的 這個軟體你就會的差不多了